这有点壮观的啊 兄弟吧 这里是800条鱼 把它放在鱼缸里 靠带过温 目前吧这个形势比较严峻 咱家呢除了我以外 全部养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估计也逃不了 所以我必须把这一缸鱼的口粮 全部备好了 因为他们之前就是吃自助餐呢 现在这边只剩两条小鱼了 如果这个自助餐的口粮 给他们断了以后啊 就是这个鸭鱼 黄猛 包括巨骨或者赶鱼 他们都有互相 互相伤害的可能性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背剂的发生 我必须提前把这些鱼 全部给它背好 这些鱼呢放在鱼缸里 它短时间是吃不完的 必须要过温过水 然后放里面保证 他们可以大批量的存活 另外这里还有连百多条 这些鱼 是为他们的 它几个就不能吃自助餐 你必须分着给它吃 给它们喂自助餐的情况下 它们是称死为算的那种 这个是没办法 它有多少吃多少 直到吃不下为止 特别是这个铅笔 对吧 虎纹 都会捕食的 黄花鱼龙 只有它最慢 它每次吃食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身体 这个畸形 没办法 必须是等它们吃完了 所有鱼吃完了 不动了 它再开口 或者说鱼到嘴边 它不会主动去 去抢 去捕食的那种 你像金龙 黄猫它们也是 也必须给它定量 金龙的状态是特别好的 黄猫现在一到这缸状态也非常好 然后每次给它们喂鱼呢 就阿三十条吧 你看 这镜头这速度 就是你看金龙抓小鱼的速度 比其他鱼都要快 甚至比这个铅笔的速度 还要快一些 我喂鱼喜欢这么喂啊 你们一条条喂 我感觉喂的太麻烦 那黄猫随便几口 就把肚子就吞饱了 如果说你把所有鱼 像那个八百条鱼 不说八百条 把这缸里一下子 给它放个一两百条 让它们吃自助餐的情况下 那很可能会把金龙和黄猫 吞废了 这里正在过问的八百条 也得往里放了 小黄胖在旁边都等不及了 他们 在旁边一直在咬这个 隔着带子咬小鱼 在不往里放 这小鱼也快缺氧了都 过温二十多分钟 半个小时够了 让他们自己往外游吧 它在里面的人存活 他们吃不完 他们就在里面 一样可以活着 我去 这有点壮观的啊 去对吧 慢慢走 底部的水 油都不想倒进去 底部水有点脏 完了 一样有一部分已经开始飘了 吃完太麻烦了都 好来慢慢下 慢慢下 这里还有这么多 好 八百条鱼 哎呦我天 秘密吧 就是有一些飘起来的 一会儿养过来 我把那个养往下打 打点养 他们还能缓得过来啊 毕竟已经过完温的 不信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就这种供养量 一般的氧气棒都打不到吧 我只是把下水口稍微调节了一下方向 然后看这里的鱼 基本上全活了 不缺氧啊 如果缺氧的话 它们全部会浮头 就上面有一些 八百条 漂浮的 我估计连 二十条应该都不到 所以说 大批量可以存活 很多人问我 怎么把这六条鱼混养在一起的 怎么能混成功的 其实我也是经过不断的测试 还有就是 你就必须有这么多的鱼饲料 就饲料鱼 供它们去吃自助餐 否则这个黄猛 狗头 还有那个 牙鱼呢 这个牙鱼 擀鱼 能不干招吗 就这样我还经过了 不断不断的测试 否则这个狗头 我是绝对不敢往里放的 看到没 头头开口了 这样吃它就能碰 像这个巨骨肚子已经填饱了 不厌美 擀鱼 都没事 就这样 吃个个把月 养了我也不怕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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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